真言第十九章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愚望的富族人 心无知识的 难为不善 脚步极快的 难免犯罪 人的愚昧 清败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财物是朋友增多 但穷人朋友远离 做假见证的 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好失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 人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 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 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 他们却走了 得着智慧的 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做假见证的 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也必灭亡 愚昧人 艳乐度日 是不合宜的 何况 仆人管辖 王子呢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 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 荣耀 王的愤怒 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 却如草上的 甘露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 祸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 滴漏 房屋钱财 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懈怠的人 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的 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 必至死亡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暴怒的人 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 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 受训惠 使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施行仁慈的 令人爱慕 穷人强如说谎言的 敬畏耶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他也不肯 鞭打泄漫人 愚蒙人必掌见识 责备明哲人 他就明白知识 虐待父亲 念出母亲的 是宜休置辱之子 我儿 不可听了教训 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匪徒做见证 细效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刑罚是为泄漫人预备的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